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,特朗普的《2018更艰难》特朗普在执政头一年震撼了美国和世界,但也亮出了绝大部分筹码,随着外界愈发习惯它的存在,以及华盛顿的政争重新压倒政策。 他的日子恐怕更不好过,到1月20日,唐纳德·特朗普,在美国第54任总统的位置上,就做满一年了,回首过去的365天,看到这位地产商,一位一超级大国元首的身份,在世界各地掀起波澜,相信会有不少人发出时宜时宜的感叹,早在这个日子到来前,主流媒体便争先恐后地推出了,特朗普执政一周年总结。 对他的评价自然是冰火两重天,不过,考虑到现任美国总统与媒体的恶劣关系,特别是那份与假新闻较劲到底的执着,他想必不会很在意那些差评。 特朗普同样不会在意的,也许还有自己屡创新低的支持率,他并不是靠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与爱戴才上台的,不会在意美国愈演愈烈的政治激化和种族冲突。 就其原因,不仅在于正式分裂的社会,将他送上了总统宝座,更在于他从参加竞选那一刻起,就没有真正想要团结所有人,而是施其中一部分为仇扣,是打击而非安抚他们为己任。 这个名单里包括奥巴马、希拉里、民主党、自由派、新闻媒体、好莱坞、非法移民、少数族裔、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无法否认。 特朗普在白宫生涯的头一年是高效的,他正分夺鸟地打击自己认定的敌人,认为这是让美国再次给大的必要举措。 在国内,他一面竭尽全力清算奥巴马和民主党的政治遗产,一面强推特朗普新政,把行政部门的权力发挥到了三权分力允许的最大限度。 在国外,他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,获得了退出主义骑手的美名,通过一套金氏骇俗的组合拳,在历史教科书上,为自己预定了一席之地。 特朗普冒着舆论的炮火,忠实地履行着竞选承诺,让习惯了政客说一套,做一套的群众则则称奇,让上报有幻想的人噩梦成真,让苦现状修矣的人宿愿得圆。 一年过后,他抛出的饼已经吃掉了一大半,带来了不少额外赠品,比如撩起了白人至上主义的惨渣,教训了不像星条奇致敬的运动员,也许是他在商界养成的一网无钱的性格使然。 执政纲一年,特朗普的任务清单上已有七八成选项打了勾,那么问题来了,此军接下去会玩出什么花样? 纵来他的施政纲领,尚有操作余地的只剩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,实施英明改革和实现公平贸易三条。 这就像持久战,双方大兵团的碰撞,往往在第一阶段就结束了,接下来便是僵持,对质,打打谈谈,当然也有人担心,另类总统特朗普会不会提不出新的执政目标,先不说官僚集团和建制派提出的建议,他愿不愿意采纳,就凭特朗普与前两者的微妙关系。 统一意义上的美国精英,是否愿意为他出谋划策,尤为可知,总统自己的人马已清流离散,幕僚们各怀鬼胎,儿子和女许茂和神离,总统班底内部的利益和价值观之争,好像丝毫不逊色于外界,曾被视为骨功之臣的班农,已彻底丧失了影响力,特朗普还有没有人力和智力资源,设定新的政治议程,目前属于未知数, 硕果仅存的三大任务也足够让特朗普头痛,基础设施建设多少算是驴向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,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,完全可以拖垮任何提案,移民改革的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,因为这是民主党的票源,特朗普自己恐怕都是抱着拉选票的目的,炒作移民议题的。 至于亲一发而动全身的公平贸易,更是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结果,更何况,通俄门调查还没结束,目前看来,特朗普的2018年,很可能比2017年更不好过。 这出白宫风云的第二季主题将不再是政策上的大破大力,而是更偏向于原初意义上的政治,使人的关注点降,从政策转向政争,从政治系统的产出转向博弈过程本身。 从整个美国,整个世界缩小到华盛顿,缩小到国会山,万一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,特朗普的总统任期,说不定就在事实上提前结束了。 历史上,不止一位沦为薄脚压的,美国总统,在内外患下心灰意冷,想到这一点,特朗普肯定会格外投大。 所幸他还有,社交媒体,先发几条火力十足的推文再说吧,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。